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能唤起巨大无比的群众力量 以达无功不克的地步 都不说真心话 相互猜疑 甭说群众力量 就是党员的力量也不能全然调动 这样的测试不用 用谁呢 笔者韦时认为这位读者使用的 为人民真心拥戴六个字和国泰民安四个字 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大陆现实严重不符 王沪宁本人恐怕都不会如此认为 但这位读者的评论中所使用的 畅所欲言四个字 还真是去年王沪宁 主笔起草六中会不会公报时 坚持要写进去的内容 去年十月中共六中会不会落幕后 笔者曾在本专栏里介绍了 陶人评论文章 旧制度遭遇新核心 六中全会后 中共政治走向何方 文中说 10月27日 中国共产党结束了十九大之前 最后一次有实质议题的中央全会 十八届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后 核心冉冉升起 比起前任 核心的意义不言自明 更何况 这也是中共领导人 首次在任内自封核心 习核心在六中全会成功进入 中共官方话语体系 表明对习近平的个人行诉 已从自我宣传 走入党内法定程序 带有习核心的公报 能够获得通过 代表习近平 有能力争取到 相当数量中央委员的支持 文章说 值得注意的是 公报在增添核心的同时 也增加了对领导人 禁止吹捧 坚持集体领导 任何组织和个人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允许 以任何理由违反 的条文 在习近平外部形象 和内部诠释 都迅速扩展的气氛下 以如此绝对化的语气 将禁止吹捧领导人 与集体领导 写入公报 十分耐人寻味 这背后 极有可能存在着 政治博弈 由于外界无法得知 开会的讨论过程 我也只能依据过往的 中共政治规则 提供两种解释 可能性之一 是这两条规矩 并非针对习本人 而是用以规训中共高级干部 和地方党委书记 淡化其他干部的明星效应 防止如薄熙来 式的魅力型地方领袖 再度出现 防止挑战中央权威的情况发生 另一种可能性是 这可能是习近平的对手阵营 对习和新的反击 中共的派系之争 从未停止过 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承认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 历来如此 作为十七大使 一军突起的接班人 习近平在北京的根基并不牢固 上任后四年的反腐 也势必会大量树敌 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 并非没有对立阵营 尽管习和新的提法 可以强势获得通过 但对手似乎希望在一定程度上 对这位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有所限制 便重申了对集体领导的坚持 因为在对手看来 对习近平的个人宣传 重要的不是在民间有何反响 而是这种反响 会不会助力于实际权力的增长 让习近平在政治局 乃至中央委员中 有更多专断的资本 使其他政策也都像反腐一样 具有不可颠覆的民意基础和正当性 此外 对手能够用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 这样毫无回旋余地的措辞 试图维护住集体领导的底线 则说明习对于中央委员会的控制 还不够 对手选择在核心这一名义称谓上让步 来保住现有制度的实体 而笔者所掌握的信息是 如今习近平治下的中共高层内部 暗得对他的强势和极权深感不满 甚至怀恨在心者肯定大有人在 但六中全会公报中在为习近平封和的同时 又出现了集体领导和和党内禁止吹捧的字样 不但不是所谓的党内对立阵营的要求 恰恰是该公报之主比王沪宁说服习近平之后特地强调指出的 去年的六中公报出台后 外界把关注点集中在习近平的核心封号 而没有关注以下几处内容 一、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不准以任何理由和名义纵容 缩使暗示或强迫下集说假话 党内不准搞拉拉扯扯吹吹拍拍阿鱼奉承 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 禁止吹捧 二、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对各种不同意见都必须听取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必须带头从箭如流敢于直言 三、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 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重要制度保障 坚持集体领导制度 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 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必须始终坚持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允许以任何理由违反这项制度 各级党委、党组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制度 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增强全局观念和责任意识 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 必须发扬民主 善于集中、敢于担责 领导班子成员必须坚决执行党组织决定 四、党内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 必须执行党章党规确定的民主原则和程序 任何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压制党内民主 破坏党内民主 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和党的各级委员会 做出重大决策部署 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 如上内容的序号是笔者所加 基本上都是是王沪宁参照1980年2月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的内容 坚持集体领导 反对个人专段 对领导人的宣传要实事求是 禁止无原则的歌功颂德 其中第二条的《从见如流》 《敢于直言》八个字 在王沪宁的初稿中 是《从见如流》 《畅所欲言》 据说是习近平本人认为 《畅所欲言》四个字 容易被外界与言论自由 划等号 这才被王沪宁改成敢于直言 笔者的消息来源还透露 王沪宁在起草六中全会公报时 本来是参照了当年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有关讲话 写进了党内禁止个人崇拜 但考虑到现如今 外界对中共宣传机器诟病最多的内容 就是在党内重搞毛时代和华国锋时代的个人崇拜 所以习近平同意了栗战书的意见 我们党内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个外界媒体强烈质疑的问题 没有必要刻意强调这句话 习近平和栗战书的意思是 如果在六中全会公报中出现禁止个人崇拜的字样 等于是不打自招 自己承认了已经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成为历史沉扎的党内个人崇拜之风 已经又回到了现实社会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为你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美潮口水涨降温后下一步怎么办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7年8月17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称赞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向美国领地关导 发射导弹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金正恩的这一决定暂时缓解了两国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 分析人士认为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有关各方通过谈判 达成一个防止朝鲜进行导弹试射的协议 川普总统8月16日早晨7点39分发推说 朝鲜的金正恩做出了一个非常明智和有充分理由的决定 另外的选择将既是灾难性的也是不可接受的 他所指的是金正恩推迟就是否对关岛发射导弹做出决定 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星期二说 金正恩说到了军方做出的对关岛附近海域发射导弹的计划 但是在做出最后决定前将继续观察美国佬鲁莽和愚蠢的行动 报道同时引述金正恩的话说 如果美国佬坚持他们在朝鲜半岛上极度危险的鲁莽行为 朝鲜就将落实打击计划 在联合国安理会最近因为朝鲜7月份两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而决定对他进行新的制裁后 平壤誓言要千百倍的对美国进行报复 并威胁说美国将付出沉重代价 针对朝鲜发出的威胁 川普上个星期警告朝鲜说 如果他再敢威胁美国 他会遭遇前所未有的烈焰与怒火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当天也表示 朝鲜应当停止考虑任何可能导致其毁灭的行动 朝鲜随后回击说 他正在制定对美国位于太平洋的关岛附近海域发射导弹的计划 朝鲜的这个威胁促使川普做出这样的表态 如果朝鲜做出不明智的举动 美国军方已经锁定目标 而且弹药也上了膛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表示 朝鲜袭击关岛的行动会迅速升级为战争 在回应朝鲜的口头威胁之际 国防部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蒂勒森也试图通过撰文的方式 更加全面地阐述美国的对朝政策 马蒂斯与蒂勒森8月13日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版上发表的文章中表示 美国对朝鲜采取和平施加压力的行动 目的在于实现朝鲜半岛去核化 他们还再次重申 美国无异于政权的变更或加快朝鲜的统一 我们不会以任何借口在非军事区以北驻扎美国军队 我们不希望长期遭受苦难的北韩人民受到伤害 他们还表示 美国愿意与平壤谈判 但考虑到长期以来朝鲜在历次谈判中缺乏诚意 并移在违反国际协议的先例 朝鲜政府有责任表示 有诚意参加谈判的愿望 他们明确表示 立即停止挑衅性威胁和试验 导弹发射和其他武器试验 是真正表达诚意的方式 马蒂斯和蒂勒森呼吁朝鲜做出正确的抉择 即采取向往和平繁荣和被国际接受的新路 而不是继续走进好战 贫困和被孤立的死胡同 不过 这两位美国高级官员也表示 为了保卫美国 美国的公民以及美国的盟国 为了维护东北亚的稳定与安全 美国将一如既往在军事上严阵以待 他们告诫朝鲜当局 任何攻击行动都将以失败告终 任何动用核武器的行为 都将遭到有效和压倒性的反击 尽管美朝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但是双方都把球踢到对方 在美国敦促金正恩停止挑衅性威胁 并做出正确抉择时 金正恩则敦促美国通过行动 证明他们希望缓和朝鲜半岛局势 防止危险的军事冲突 一些观察人士担心 美国与韩国定于8月21日在朝鲜半岛举行的例行联合军事演习 会导致美朝紧张局势的再次升级 朝中社在一份声明中也警告说 美韩的军事演习可能在一个局势高度紧张的时刻 引发一场意外的战争 声明说 美国应当对后果进行再三的思考 并表示朝鲜正在关注美国采取的每一个动作 中国也敦促美国冻结与韩国的军事演习来换取朝鲜冻结齐核项目 但是美国方面明确拒绝了中方的提议 认为这种军事演习是使美韩联军应对朝鲜威胁的关键 有分析人士认为 在能够与朝鲜就无核化问题进行谈判之前 有关方面应当尽快采取行动 阻止朝鲜再次进行导弹试射 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导弹防御问题的 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埃尔曼 在一份报告中建议 美国及其盟友与中国 也许还有俄罗斯 一道通过谈判达成一个禁止 朝鲜今后进行导弹试射的协议还为时不晚 这个协议将阻止朝鲜日益完善其核武器的能力 但是这个机会之窗会很快关闭 因此必须立即采取外交行动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驻华大使瑞孝简认为 美国有必要探讨签署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如果对朝鲜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个限度 美国面临采取行动的压力 否则朝鲜的核项目会继续发展下去 因此我的个人判断是 美国严肃地与朝鲜探讨停止其核与导弹项目是必要的 如果他们想要核威慑力量 他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威慑 如果他们想把这个小的威慑力量变成大的威慑力量 结果是他们会与美国发生代价高昂的冲突 而且还面临这样一种威胁 即美国可能最终决定 对朝鲜采取决定性的可能不符合其利益的行动 这位拥有美国职业大使头衔的外交家 希望川普政府把这作为对付朝鲜问题的多种选项中的一部分 星期二 川普总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时 也一致认为阻止朝鲜发射核导弹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现在的关键是国际社会对朝鲜施加的各种压力 能否促使朝鲜坐下来 谈判一个暂时停止发射导弹的协议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姓青少女的44年丑闻 战地情人名导波兰斯基在传强暴控诉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7年8月17日 联合报专题报道 你看过电影战地情人吗 凭此得到奥斯卡最佳导演的金奖名导罗曼波兰斯基 因1977年性侵未成年少女 而被美国起诉逃往海外40年 原本今年传出有望在被害人萨曼莎盖默的原谅之下 终结其通缉令 但近日又跳出一名声称也是性侵受害者的女子 指控波兰斯基在1973年时 性侵了只有16岁的她 让这位阴性亲丑闻遭通缉多年的明导在先争议 现年60岁名为罗宾的女子 于8月15日在其律师阿尔雷德陪同下 于洛杉矶出面指控波导于1973年 性侵了当时16岁的罗宾 这是第三位指控遭波兰斯基性侵的女性 不过罗宾不仅未公开全名 也未对案情提出说明与证据 甚至表示不会向波兰斯基提告 但自己十分乐意替萨曼莎姓轻案作证 罗宾在记者会中表示 之所以沉默44年突然出面指控 全是因为被萨曼莎案件所激怒 他表示 我要让萨曼莎还有全世界知道 不是只有她一个是波兰斯基的受害者 现年83岁的犹太义法国导演波兰斯基 1933年生于法国巴黎 而后转往波兰定居 1961年规划美国籍之后 以电影《水中刀》《死结》《诗音记》等作品文明影谈 现在较为人所熟知的作品 是2002年上映波兰斯基代表作之一 《战地情人》 当时也获得了坎城影展金钟旅奖 与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大奖 但事实上 波兰斯基自1978年后就未曾在美国活动 原因就是1977年的萨曼莎姓轻案 1977年波兰斯基被指控性侵当时只有13岁的萨曼莎 波兰斯基以拍摄法国版Vogue杂志为由 邀请13岁的萨曼莎担任模特儿 两人在演员杰克尼克逊 位于洛杉矶的住宅中进行一对一单独拍摄 波兰斯基在摄影中提供萨曼莎香槟饮料和镇镜剂安眠酮 并且在一连串让萨曼莎感到不自在地拍摄后 波兰斯基在萨曼莎明确抗拒之下性侵得逞 因为萨曼莎未成年的缘故 波兰斯基被提起公诉 起初波兰斯基否认罪行 但最后接受了萨曼莎律师的认罪协商 承认了性侵行为 接受法院勒令的精神鉴定并服刑42天 以换取缓刑 被释放后的波兰斯基 得知有可能遭法官追加刑期判处50年监禁 在隔年法院正式做出宣判之前 波兰斯基为了躲避法律制裁而潜逃伦敦 随后又前往法国并取得了公民身份 而这一躲就是40年 波兰斯基未曾再踏上美国一步 然而在缠送多年后 受害者萨曼莎今年6月却宣告不再追究 并表示以厌倦40年来诉讼造成的纷扰 自己心中已经原谅波兰斯基过去犯下的错误 希望加州法院能让此案结案取消对波兰斯基的逮捕令 好让双方都能展开新的人生 过去波兰斯基屡次透过律师申请除罪特赦 豪返美替死去的王七扫墓 但最终都遭到驳回 因此萨曼莎态度的转变 也让波兰斯基反美的愿望透出一线曙光 不过这起性轻丑闻的大和解结局 却让其他受害者极为受伤 而这也是罪宾之所以出面指控波党的缘由 直指各界不该替性犯罪行为找任何借口 若罪宾所言属实 他也将是波兰斯基的第三名受害者 在他之前还有一位英国演员夏洛特·路易斯 2010年也出面指控波党在拍摄电影《海盗》时 向当时16岁的他伸出狼爪性侵 但是事后路易斯被发现曾在1999年的访谈中坦诚 当时曾与波兰斯基交往 之后路易斯也未正式提告 风波至此不了了之 巧的是 当时路易斯的律师也是现在声称受害者罗宾的律师阿尔雷德 在罗宾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年的路易斯案 阿尔雷德则拒绝表示意见 尽管丑闻缠身 但想遇影谈的波兰斯基 电影事业却屡创巅峰 尽管美国曾多次要求引渡波兰斯基回国受审 却都遭欧洲拒绝 2003年第75届奥斯卡奖上 波兰斯基以战地情人一片夺得最佳影片及最佳导演 但正因为躲避受审的缘故而为出席颁奖典礼 当时现场包括影星梅丽史翠普在内等众多好莱坞明星电影工作者 都起身为波兰斯基的荣耀鼓掌 这幅讽刺的画面 后来也被讥笑好莱坞自由派的多重标准 以及电影圈似乎对于有才华的白人性侵犯特别宽容 不过波兰斯基于2009年获瑞士苏黎世电影节颁发终身成就奖时 却险些栽了跟斗 当时他在前往瑞士领奖时 因萨曼山案而被当地警方逮捕关押 消息传出惊动好莱坞 超过百位知名导演及电影工作者纷纷联署请愿 要求释放波兰斯基 包括明导马丁史科西斯 大卫邻区以及自己后来也传出性侵七岁养女的伍迪艾伦 最后在美国法国电影界情谊相停下 瑞士当局才在2010年拒绝美国引渡的要求 并释放波兰斯基 逃亡海外的波兰斯基 被批评藐视法庭不愿面对司法审判 但其律师则指称波兰斯基早已服刑受罪 而且审判过程蒙受不公平的对待 而关于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 2008年被拍成了纪录片《波兰斯基》 通缉与渴望 披露波兰斯基面对司法的选择 以及事件相关人物的说法 同时以此案探讨司法体系的争议 多年来波兰斯基仍试图申请涉罪的特别待遇反美 并公开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 能为他在1969年死于凶杀的王七沙郎扫墓 同是好莱坞出身 曾任加州州长的阿诺史瓦辛格 对于波兰斯基的诉讼争议表示 他是值得尊敬的人 我也非常敬仰他的工作成就 尽管如此 他还是不该享有特别待遇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香港公民广场占领三年后 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入狱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7年8月17日 联合报报道 希望在于人民 改变始于抗争 这张照片 设于2014年9月27日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总部 东义入口的公民广场 反对梁振英政改 争取香港真普选的示威群众 前一夜发动了重夺公民广场行动 占领了此地 三年后 三名行动号召者 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 却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争议判决 被加重刑期即刻入狱 香港高等法院17日 重判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有期徒刑6个月 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8个月 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7个月 三人即刻发监 2014年香港公民广场案发生在香港学界大罢课之后 占领中环行动之前 当时香港的学生领袖黄之锋、罗冠聪等人 在9月26日晚间突然突入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 并以争取真普选反对不公正改为名 发起占领行动 虽然包括黄、罗在内的运动者 在同夜就被警方逮捕 但数万响应行动的香港民众却快速聚集 酝酿已久的战中意在9月28日正式启动 公民广场一役 虽被认为是2014年香港与散革命的蓄取高潮 但香港律政司却认为示威者破坏社会安宁 扰乱社会秩序 并以香港公安条例第18条非法集结为罪名起诉黄之锋、罗冠聪 以煽祸他人参与非法集结 起诉周永康 尽管在2016年的法院判决中 公民广场三人已被缓刑判社会服务 罗冠聪被判社会服务120小时 黄之锋及周永康被判80小时 但香港律政司却认为刑度过轻 直9月26日当晚黄等三人近乎煽起群众暴动 因此执意上诉高等法院 由于前日最高法院才在争议中 改判2014年反新界东北开发案拨款抗争案 将当时突入香港立法会示威静坐的13名抗争者行动 从社会服务改为有期徒刑8至13个月 宣判之后 众被告即刻发监 因此公民广场案的改判前夕 香港民主派的气氛也低迷得令人窒息 不过尽管俗此 在改判前日黄之锋仍在香港商业电台的访问中 向香港喊话 要去坐监的年轻人都未放弃 大家何必在这一刻放弃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陷入战争警报中心的关岛 小海岛大战略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7年8月17日 BBC中文网报道 上周以来 朝鲜威胁 要向关岛附近海域发射导弹的言论 迅速升级成为美朝两国开战前的口水战 这一威胁也使得这个小岛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中心 BBC记者傅东飞来到关岛 求证为何这里会成为靶心 进入关岛之后 我已经身处美国 但实际上我离马尼拉比离洛杉矶更近 这里距离东面 最近的美国领土夏威夷 有差不多4000英里 6400公里 今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关岛已经是周四 而美国的檀香山依然是周三 关岛居民经常觉得自己被美国所遗忘 这并不奇怪 站在边境检查线上 你仍然会觉得这里不像美国 机场里充斥着来自东京 大阪首尔还有福山的游客 每年有150万游客涌入关岛的海滩 大多数来自日本和韩国 对他们来说 关岛更像是亚洲海岸线边上的美国小城 汽车租赁店敏锐地发现了商机 一种辆黄色的福特野马跑车颇受游客欢迎 一对年轻韩国夫妇驾着这款敞篷跑车在海滨巡游 同样吸引眼球的生意还包括枪支租赁 日本男游客希望手握M16步枪出行 这在日本是非法行为 关岛归入美国是一段古老的历史 它是1898年美西战争中美国的战利品 美国在那场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 还包括菲律宾和波多里格 这显然是一份让人纠结的遗产 菲律宾最终走向了独立 而关岛仍然保留在美国领土上 尽管实质上这里是一片自治的殖民地 当地居民称自己为关美尼亚人 他们也属于美国公民 但他们没有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权 尽管能选出一个美国国会议员 但这位议员却不能对任何法案进行投票 几乎和我交谈的所有人都认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 关岛要么应该完全成为美国的一个州 要么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但后者似乎不太可能 关岛的土著居民是查莫罗人 他们的祖先在四千年前来到这里 和夏威夷以及萨摩亚的居民一样 他们都深深陷入对于美国身份的困惑 这周的一天傍晚 一小群支持独立的查莫罗人 在关岛主要是这亚加纳的街角 举行了一场集会 他们首举和平标语和关岛旗帜 唱起了传统歌曲 从一旁经过的汽车 民敌表达着支持 我们长期以来被别人用于战争 一位年轻女孩告诉我 终结殖民地统治的时候到了 抗议人群的领导人肯尼斯告诉我 美军占用了这里27%的土地 很多土地是二战后 从查莫罗人手中夺走的 不是每个人都接受这种局面 我们是原住民 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千年 我们老是处于冲突中心 我们不愿意这样的历史反复重演 但美军的进驻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关岛居民的身份认同感 几乎我采访的所有家庭中都有成员和军队发生联系 总有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在为军队服务 事实上按家庭平均计算 这里向美军输送子女的比例高于美国任何一个州 这可能应该部分归咎于贫困 关岛比密西西比更加贫穷 但也意味着关岛人非常爱国 这一周来我反复听到这样的话 美军在这里让我们感到安全 他们非常强大 足以保护我们 朝鲜不会对我们动手 他们如果动手会遭到毁灭性打击 但这也正是金正恩对这块小小的美国飞地感兴趣的原因 不是因为这里离亚洲境 而是因为这是美国的地盘 关岛北面的茂密丛林旁建有庞大的美军空军基地 跑到旁边 B-1战略轰炸机群随时准备起飞 回击朝鲜对韩国的军事行动 西部海岸线上有更加隐秘的基地 住有核潜艇部队 关岛总督埃迪卡尔沃对我说这里是美军的大仓库 埃迪总督是一个高大而热情的政客 他属于共和党并且是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 他特朗普上周六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花园力忙 埃迪告诉我 总统先生说 他百分之一千的支持我们 埃迪说这话的时候大笑起来 这位总督对于这座小岛的战略重要性显然铭记于心 这里储存的美军军火比任何地方都多 他说 军火当然是战争的重要保障 而且会在战争爆发时很快消耗一空 关岛的丛山之中 美军储藏了大量炸弹和导弹 足够美军长达数周的战争需要 正因为如此 关岛对于美国至关重要 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 使得这座拥有漫长沙滩和友好居民的小岛 成为了朝鲜导弹瞄准的目标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中华台北还是台湾 是大运上的名称之争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7年8月17日 纽约时报报道 想象一下 如果美国要举办一个重大的国际盛事 但其中一个条件是称自己为英国华盛顿 台湾就面临着这样的情况 它是一个自治的岛屿 正式称呼是中华民国 但长期以来 它一直被迫以中华台北的名字 参加国际体育赛事 不过最近这段时期以来 它对在自己实际领土上 使用这种称呼的做法进行了抵制 对于代表台湾参加奥运会 或世界少棒大赛的运动员来说 自1981年来 使用中华台北而不是台湾这个称呼 是他们为了参赛的付出的代价 台湾与国际奥委会 IOC在1981年签署协议 以解决两个不同政府 同时存在产生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和台湾的国民党 都自称是中国的合法领导者 IOC提出 中华民国可以以台湾的名字参赛 但是国民党不能接受这个建议 国民党在1949年被共产党打败后 撤退到台湾岛上 他们坚持要求使用一个 能与中国保持联系的名字 不过 现在在体育赛事中 只要改变中华台北这个名字 都会遭到北京的反对 他声称台湾是自己的领土 坚决反对任何可能会暗示 台湾从中国正式独立出去的姿态 现在台北正准备举办其历史上 最大的国际盛会之一 第29届夏季大学生运动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 一万多名大学生运动员 将参加这个比赛 他从本周六开始 至8月30日结束 地铁车厢的地板装饰成了泳池和跑道的样子 台湾啤酒推出了是大运主题的新包装 台北各处装饰着带有吉祥物 雄赞Bravo的横幅 但上周 当台北政府在线上发布国际大学 体育联合会编撰的是大运媒体手册时 人们对这个赛事的热情动摇了 很多台湾人认为 该手册的去台化倾向达到新的高度 被称为中华台北的不仅仅是他们的运动代表团 还包括这个岛本身 这份英语手册中的一些说法特别可笑 如中华台北是一个特殊的岛屿 其首府台北是体验台北文化的好地方 还有中华台北南北走向 形状狭长 明报在Facebook的一篇帖子中说 中华台北是个很特殊的岛屿 中华台北的首都台北 欢迎大家来到中华台北台北 半个市大运要这么委屈 要这样自我矮化 Facebook用户言济语写道 我们真的希望外国人看到这种垃圾吗 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台北市大运组委会主席 上周他在当地的新闻媒体上说 组委会在这段文字中写的是台湾 但是FISU对文字拥有最终审核权 台北市大运组委会后来发表的声明说 组委会修改了FISU涉及地理意义的用语 在把文件送去印刷之前将这些地方恢复成台湾 截止周三印刷版的手册尚未发布 但更新厚的电子版提到该岛屿的时候 大多数已经改回台湾 在被问及为什么在媒体手册中用中华台北一词指代该岛时 FISU周三通过电邮发布声明表示 他们试图在遵循中华台北大专院校体育总会于1987年加入FISU 以及1981年台湾加入奥运会的IOC民股屋 决议时所制定的规则做到连贯而易于理解 FISU表示 作为奥运成员 FISU通常受到将台湾称为中华台北的决议的约束 但是他们承认 在指代地理位置的时候 台湾岛这个词显然更适合 不过截至周三 FISU的网站在提及该岛时依然称之为中华台北 该赛事的介绍如下 台北位于亚太地区中心位置中华台北的北部 是一个充满活力拥有重要战略位置的经济文化中心 这场倒民的争吵只是台湾近来遭受的国际冷遇之一 其他最近事件还包括巴拿马切断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中国逮捕了一名来自台湾的维权人士 指控他有颠覆行为 以及阿联酋航空禁止乘务员佩戴台湾国旗徽章 虽然今年将有141个国家的选手参加市大运 把摘取奥运及其他体育赛事奖牌作为国家优先事项的中国 却不会派对前往台北 一些运动员将以个人名义参赛 台湾报纸联合报援引台北市长柯文哲的话称 中国说不派对的原因是该赛事于8月27日至9月8日在东北部城市天津举行的全国运动会在日程上冲突 柯文哲暗示 北京可能担心台湾的观众可能会太热情 随后又说他不能代表中国政府就这个决定发言 今年3月在台北举行的一场18岁以下的国际冰球锦标赛上 中国和台湾在赛场上的较量变得很难看 一些台湾球迷嘲笑中国队 在中国队以4比0击败台湾对数秒钟后 一名中国运动员似乎有意冲向一名台湾球员 结果引发冲突 中国选手拿出中国国旗嘲笑观众 而观众则向他们扔垃圾喊脏话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夏洛兹维尔是微活动策划人 川普不该把女儿让给犹太人 各位听众好 今天是2017年8月17日 世界日报报道 川普总统二度发言 谴责维州种族冲突事件的双方人马之后 许多白人至上主义者纷纷予以高度赞扬 3K党前领袖杜克David Duke便发表推文感谢川普 当然也有人认为川普应该做得更多 维州夏洛兹维尔氏 示威活动策划者之一就说 像川普这样的人 不应该把女儿让给犹太人 川普大女儿伊凡卡的夫婿库许娜为犹太人 两人现军为川普的高级幕僚 由白人至上主义者发动 名称为联合右派Unite the Right的示威活动 周末期间在维州夏洛兹维尔市 引爆大规模群众冲突 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驾车直接冲撞反示威群众 造成一死十九伤 川普在事发第一时间以及15日发表谈话时 对这起事件当中的所有各方表示谴责 摩棱两可的态度引起各界言辞批评 联合右派发言人肯特威尔 Christopher Cantwell说 希望美国能有一名领导人 能比川普更支持种族歧视 也更有能力诉诸暴力 如此一来才有助于种族歧视者 能够进一步推动散布理念的活动 像川普这样的人 不应该把女儿让给犹太人 肯特威尔接受一部纪录片访问时说 你无法想象 像我对种族有这样看法的人 能够做事像库许娜那样的出生 竟然跟他那么美丽的女孩走在一起 3K党前任领袖杜克透过推特发文感谢川普 写道 谢谢川普总统的诚实与勇气 把夏洛兹维尔氏的真相说了出来 并且谴责了左派恐怖分子 另一个极右派行动组织烘烤阿拉斯加 Baked Alaska 也发表声明感谢川普 感谢他谴责那些在夏洛兹维尔氏攻击 我们的极左派反法西斯行动组织恶棍 国家广播公司NBC报道 白宫幕僚对于川普15日在川普大楼 接受媒体询问时的发言内容感到诧异 因为这场记者会原本重点是在基础建设 而且川普14日才在白宫发表谈话 设法平息他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发言所引发的争议 不过 川普如此谈话基调 却获得白人主义运动领袖史兵塞Richard Spencer 激赏 他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川普讲的重肯 而且很实在 白人主义拥护者强森William Johnson 也对国家广播公司指出 听到川普的谈话之后 感觉大快人心 他说 我认为美国需要往一个不同的方向前进 越来越溃烂的种族问题 只会变得日渐严重 我想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隔离 川普会帮我们克服种族区分问题的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为您所做的整理报道 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好 明镜广播电台为您播报明镜意报文章 提名为中国正打造一条通往帝国之路 一 一带一路的经济以地缘战略野心 虽然不是现在 但俄罗斯不是美国统治地位的唯一威胁 民众对于川普的痴迷 并专注于调查俄罗斯的危害性 让美国渐渐忽略了中国意图取代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野心 中国最新的大动作既是落幕不久的一带一路高峰会 一带一路旨在透过基础设施的建设 将中国与其他亚洲国家连接在一起 也有人形容一带一路如同美国在欧洲推动的马歇尔计划 但彭博专栏作家费德曼认为 这样的比喻还不够贴切 关键在于中国对于基础设施的主宰程度 因此 一带一路更像是19世纪跨洲铁路的作品 或是美国埃森豪洲际铁路系统的全球版本 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的目的在于经济利益 但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野心也同样重要 当川普将目光转向国内 且美国政治体制陷入僵局 无法在国内公共建设工程案上达成共识之计 中国正利用基础建设的投资 来争取全球领导机会 单凭这个领导企图心 就可以解释 为什么中国愿意承担过度扩张 与建设失败的重大经济风险 干冒与麻烦国家纠缠在一起的政治风险 因为这些风险都是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一部分 每位学过英国或美国历史的学生都知道 一个帝国的兴起 无可避免会遇到许多考验 失败与浪费 习近平想带领中国再次伟大的企图心 显然具有历史性 一带一路源自于古老的丝绸之路 是贯通中国到欧洲的陆路网络 以及运往非洲和欧洲的旧海上航线 而新思路更胜之 一带一路高峰会的开幕式 吸引来自一百多个国家代表团 今日中国的和平崛起 与经济增长相关 并非靠军事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热衷于 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 可以说 中国想要透过建设 而非军事扩张 来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全球强国 但事实上 地缘政治与经济无法轻易二分 美国在二战后的统治地位 也是仰赖军事与经济战略而来 美国透过马歇尔计划 经济援助那些遭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国家 将其重建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 进而与美国合作贸易 以抵制苏联势力 简单地说 战后的世界秩序 要求西欧国家放弃传统战争自卫的主权 来交换美国的安全保障与贸易机会 在太平洋也有类似的案例 最著名的就是日本 日本和德国一样被美国禁止 重建军事基础 然后美国与这些战后亚洲国家贸易 促进美国经济发展 回头来看看中国 过去二十年来 中国的地缘战略 渐渐取代美国的影响力 成为美国在亚洲盟友的主要贸易伙伴 一带一路似乎又更上一节 除了增加潜在的贸易与投资机会之外 一带一路创造出物理连接 使贸易关系进入具体的交通路线 例如海上航线需要受到保护 中国海军扩张正可提供这类服务 维护路上运输路线的安全 也给予中国扩张军事部署的合理借口 当欧洲人建立跨州铁路 遍及欧洲、非洲、亚洲和印度次大陆时 所有人都明白这是地缘战略的规划 同样的 当美国扩大铁路网 以及后来的北美高速公路网时 也是如此 今日中国的扩张具有类似动机 以基础设施连接较落后的合作伙伴 虽然中国可能慢慢发现 在巴基斯坦或中亚各国拓展势力的棘手程度 有些计划会失败或浪费资金 但这些都是过去帝国扩张的必经之路 彭博社另一篇评论也认为 从历史来看 基础建设计划 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经济游戏 从果罗马之路到美国铁路 皆隐含政治与经济的影响 所以现在该担心的 或许不是中国宏伟的经济计划会失败 而是该担心一旦成功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过 中国的帝国打造之路可能会走得相当艰辛 一方面 整体定义不明的倡议可能失败 担负不起债务庞大的国家 负担不起债务庞大的国家 且压迫到中国自身的经济 另一方面 即使计划撑起来 也可能让中国和其他合作国家陷入危机 再加上 由于基础建设容易受到当地动荡不安的威胁 让中国拥有在当地合法部署军队的借口 随着军事存在增加 也会进一步带来政治干涉 基督科学真言报引述批评者的说法 指中国为了追求自身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 试逐改写全球的贸易与安全规则 警告北京若与专制政权合作 可能进一步破坏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与环境标准 此外 经济学家也担心 大规模基础建设如果构想不周或协商不良 恐让贫穷国家背上更多债务 面对质疑 中国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回应 中国目的是为了补足现有全球治理与经济制度的不足 而非取而代之 强调 一带一路 系重新平衡世界经济的途径之一 关乎贫富差距的减少 然而 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研究员蔡元分析 该倡议充满风险 近三分之二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 其信用评级低于投资级别 像巴基斯坦这类的国家 贪腐猖獗与安全威胁也让中国遭受重大挑战 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的承诺 原无条件尊重国家主权 将会因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而压制自身的增长 无论如何 中国已经展开一带一路的伟大计划 想建立新的帝国世代 并坚信权力能够带来经济利益 中国正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而美国该如何接招 以上是明镜广播电台海外之音频道 为您做的编译报道 谢谢您的收听 敬请关注明镜电视家族频道 明镜火拍 明镜TV 明镜广播电台 明镜电视法治台 海外电视联播 海外电台联播 海外之音 华尔街电视 明镜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